Hello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往 现在呢我在等我女儿放学啊 顺便给大家录一段 因为今天呢我妈妈就去医院割了白内障啊 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小的手术 她觉得OK就是和没做一样 非常非常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小手术 然后今天就和谈起来澳洲老年人的一些福利 我觉得这个信息呢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这里又这样讲 她说呢在这里呢超过60岁的老人啊 你就可以去邮局跟她要那个sinner form 就是老人申请老人卡的这个表格 然后呢拿着你的护照到那个药房呢 去做一个身份证明 然后就把这个表格寄出去 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寄一张老年卡给你 这老年卡呢就对在很多方面呢 就可以给你打折 然后呢而且呢比方说你出去 因为这里对一些老年人没有收入的老年人来说呢 如果出去逛街啊 车费其实是蛮贵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这老年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打折好像打得蛮大的 我一半吗好像是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我就没有问我妈妈 我只知道你有了老年卡之后呢 你星期六一天坐车是免费的 就坐任何车都是免费的啊 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一下什么的 然后今天呢我还讲一点就是 我妈妈吧 因为她在这边她蛮省的 所以她不要我帮她买这个啊 就是私人保险啊 所以她的看牙呀看眼睛啊什么的 全是公立医院的 就是像他们说嘛 说澳洲的福利特别好 其实福利是给穷人的 因为你要是买保险的话 买私人保险其实也蛮贵的 而且你去买私人保险去私人医院 你她给你包一半之后 你还是要花钱的 其实也并不便宜 但是呢 如果你真正的可以耐得住性子 能等这个公立医院的排队的话呢 其实也是非 就是真的是一分钱不用花 而且服务特别特别好啊 我妈妈说她今天做手术呢 就是给她配的医生 护士麻醉师 全部都是中国人 然后呢都是就是态度非常好啊 对她特别好啊 而且那个做手术的医院呢 也非常非常大 是在那个市中心啊 叫Effer Center Effer Center是专门是做眼科手术的 她当时她眼睛呢 有白内障呢 是因为在每年 他们这里有免费定期 这个验眼呢 免费的 她验完眼之后 人家说有白内障 然后她就去好像是去家庭医生那里 给她找了一个 就是你要跟她说 你没有保险卡 她就会给你介绍这种公立 公立 公立医院的这种专科 可能又要排队 因为这边的是就是 澳洲是这样的 你要是有什么疾病的话 当然有什么疾病 人家也会马上给你做了 但是如果你不疾的话 那麻烦了 你就趁等吧 等要等很久的 但是他们是有分寸的 就是他们知道你的病 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们会跟进 跟进 像我妈妈呢 当时就看了去看白内障 看了之后呢 医生说他有白内障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说 也需要多久啊 我就问他 他这个手术排了多久 他说排了八个月 排了八个月 就是医生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呢 说你这眼睛可能 还能看一段时间 像我另外一个朋友说 他怎么白内障呢 还可以再得两年 所以我觉得提前排队是好的 然后他排了八个月之后呢 然后对方就来信了 通知他 到哪里做手术 然后 就是一分钱不用花的 你只要早上 他给你定好时间 你就去就行了 他就给你安排 做完手术 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呢 在那里 他给你些吃的呀 什么的 然后你就走人 像刚才呢 他就回来的时候 医院就发了他 一瓶眼药水 但是他们这儿 药水和药水分开算的吗 这一瓶药水啊 就一瓶眼药水 是33块7 我跟我妈说 我说这个单子要交钱呢 我妈说 什么33块7 我有老人卡 我不用交那么贵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人卡 他是有这个concession卡的 就是我妈说穷人卡 穷人卡 他有这个卡呢 可以买便宜的 然后我就看到 这个单子下面写的 说如果你有 这个concession卡的话呢 你打电话去 告诉他们一声 我就打电话去医院 然后医院呢 就把这个invoice给给了 说那你就不用理这个invoice 就不用理这个账单了 他会寄一张新的账单来 这个concession卡 他就这个穷人卡呢 打折卡呢 跟他说了以后呢 这个药降到6块8吗 就6块了钱 这个眼药水 所以这里呢 如果你有这种卡呢 穷人卡呀 或者什么concession卡呢 差距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老人卡 我忘了问他 反正我就知道 我打了一个电话去 这个药已经从33块7 降到了6块了钱 而且我妈妈说呢 他这个就是申请老人卡呢 你是PR citizen的 都可以申请 而且这个PR呢 你只要拿到PR了 你就可以马上申请 你是不需要等到两年以后 才可以申请的 就是你只要拿到PR 你够了60岁 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还有这边呢 taxi呢 有的说他们有的人说taxi呢 打底也是可以 就是有减价呀 打折呀 我记得说我继父的时候 他年龄大了呢 他就可以 但是必须是80岁以上 或者是说呢 你有重大标 有心脏病啊 残肺啊 或者是有一些 重大的病症 你就可以去申请另外一张卡 然后拿这个卡呢 去做打taxi呢 不管打多远 好像都是10块钱 也不知道是半价的 反正真的是有打折的 有优惠的啊 在这里呢 还有一点就是 你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家移民 来到这边 很多家人呢 就是光这医疗费啊 都支付不起 甚至他们有的 就是给他买医疗保险 我跟你说 就是买私人保险也好 你到时候你去私人医院 花一笔钱 这个保险只给你包一半而已 照样花钱 我跟你说 其实最好的是跟去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一点都不差 就是要等 而且路途可能远一点 其实私立也不近了 这边就是 凡是走道就是开车 凡是出门就要开车 然后像我妈今天做 眼手术就在city做的 就在市中心 也是蛮远的 然后它这里 这里主要是一个眼 一个牙齿 牙齿呢 在city呢 也是有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呢 是属于急诊的 就比方说你牙痛的 很厉害很厉害的了 你不能等 那你就直接去那个医院 那医院呢 也是全部都免费的 帮你是不管是哭牙也好 香牙也好 怎样怎样的 只要你能排上 他就给你 他就会帮你做 而且呢 你就会定期去检查呀 什么的 是一分钱不用花的 这是跳过了 我们先说开始 如果你牙有问题呢 你也是去找牙医 然后呢 让牙医给你借 比方说你牙医需要 怎样怎样情况呢 政府的那个整牙的地方 像在这里boxview啊 还有哪里都有 我等会如果有找 一会找到的话呢 或者是你们可以提问题 私下联络我 我找到这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这个电话号码呢 就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就是CT的这个 这个牙医急诊 急诊这个电话号码 你去那里呢 是一分钱不用花的 急诊呢 如果牙痛的很厉害的话 另外一个呢 是牙科医生会帮你 或者是家庭医生呢 会帮你推荐一个呢 公立医院的这个 看牙的 这个呢是要排队的 我有这个电话号码 我可以帮你们 我可以给你们这个电话号码 我下面可以写上啊 这电话你打去之后呢 你booking 你说我booking一个医生 我的牙是什么什么情况 他会大概了解一些情况 然后你会跟他说 你需要 比方说你需要翻译也好 不需要翻译也好 或者你希望医生 可以讲什么什么语言都好啊 可以让儿女帮你打一下 然后他去到之后呢 也是我妈当时 之前也是排了很久 排了 排了多久 排了很久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他去的时候 那个牙医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 不是不是很好吗 是怎么回事 总之 总之他牙痛得很厉害 然后他就 让我打电话去催 因为要等嘛 你要牙 你要是他只是帮你 香牙或者拔牙 或者什么 他觉得你不痛 他就会等很久 然后他让我妈 我妈让我打电话去催 说他痛得很厉害 然后他就 给我妈就安排了一个 急诊室的 这样的一个 就插进去了 插给我妈 然后我妈就去看 说啊不错 人家帮他看的挺不错的 就是这边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不疼 不是很严重 或者你不催他 那你就慢慢等吧 要等很久很久 等几个月这样的 甚至等一年啊 但是如果你 比方说 特别是安甲牙 像我婆婆用的 就是公立医院 安甲牙 也是 就是虽然都是免费的 但是也要等很久 然后我妈这个牙整了之后呢 她就会给你跟进 然后呢 你再继续再去找 在这边其实是有啊 不要说是 哎呀 我觉得我在这边 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福利 我就不应该怎么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其实澳洲真的是有 这种免费福利的 但是就是要等 就这么简单 而且你必须要 去找这个路子 去来寻找 他们的其实服务非常好的 你要到那之后呢 他就会有翻译跟着呀 然后医生就是态度也很好啊 其实 其实他们 因为他们的病人 每天也是不断的 所以呢 他们的就是手艺也是很好的 不差 一点一点都不差 所以 在这里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今天 我和我妈妈就聊到 然后他告诉我的一些 关于老年人的一些福利啊 方面的 就是我今天得到的信息 所以呢 我希望能帮到 在澳洲移民的 或者是在澳洲拿到PR的 这些老年人们啊 希望你们可以 可以有一点点帮助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哎呀都说不能在车里边录影啊 看上去好肥啊 哈哈哈哈 本来就肥没办法 哈哈哈哈